同学们好 那么上一节课呢 我们讲了这个 云的这个保存和这个注册的这个功能 这个完善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向下讲解 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 这个程序呢 可以说是功能也比较完善了 那么也可以加载文本 也可以转换了 然后也可以失停了 也可以保存了 这个基本上呢 基于百度语音的这个主题的功能呢 我们都已经这个构造完成了 但是呢 我们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就是这个整本的小说丢进去的 还是会有这个字数限制 不能整本的转换 所以呢 我们从这节课开始到下一次课 就把这个转换的这个部分解决掉 就是转换限制的这个部分解决掉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PT 因为我们已经比较轻松了 前面这个很难的课程都已经被我们砍完了 后面这个解决字数限制这个 算是最后的一点功能完善 所以这个PPT做的就稍微轻松了一些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 继续这个小白听说这个项目 然后呢 我们突破这个500字的限制 今天介绍这个其中的一个部分 处理这个常文本 我们目前面临的这个迥态 就是每次转换就500字 或者称死了1024字 你就512字 然后我们想一下 如果我们想看一本小说的话 那你这个一本这个狼牙榜要多久才能转换完呢 然后再有其他的一本小说要转换多少次呢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字数那么多 每次转换500字 我的神啊 这估计把鼠标摁碎了之后才能把这一本小说转换完 然后得到了一堆零散的文件 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从哪开始听 顺序也不知道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冒心的问题 然后呢 同学们坐到这里 也可能觉得这个折腾到最后 发现每次只能转换500字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这个项目没有什么意义 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实际上呢 这个问题在最初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 我已经考虑到考虑过了 最后呢 就提出了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也算是跟大家一个探讨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案的话呢 也可以 我们可以互相沟通交流 然后呢 其实这个小麦听书的话 它最后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 那么 它最后呢 是采用了一个相当于曲线救国的方式 你不可能让百度服务器那端 超过这个1224字节 如果超过的话呢 可能要跟百度的这个 这个客服去沟通 跟跟他们的技术知识去沟通 可能要 要提供一些付费的服务 因为他1224字节是不那个免费的 但是如果你太长的话 服务器那端肯定要对你这个客户进行特殊处理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由于因为你的身份已经特殊了 所以可能是会收费的 具体的我也没有跟百度的这个技术支持联系过 但是在他们的这个交流群里边看到过类似的这个讨论 就是要增强这个长度的话 你要单独跟他们去沟通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呢 我们想就是 作为我们来讲呢 肯定是没必要去付费 买这个长度的这个限制解除 所以呢 我们就自己通过软件的方式 把这个问题来解决掉 好 那么我们用什么方式呢 实际上呢 说起来也比较简单 这个思路 就是我们这个文本超过500字之后呢 就把它分割开来 分割成N多个短文本 然后咱们每次呢 只转换一个短文本 你每次这个 比如说你每次转换三个字 五个字 十个字 二十个字 过去之后 百度肯定是没有问题 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的给你转换回来 也不会提示你超出长度限制 然后呢 因为咱们是N多个短文本 因为我们的这个调用次数 你申请之后 它是无限次的 所以你一次三五个字 你三五个字 就算五个字 乘以无穷 这个东西得出来的结果 还是很长很长的一层数字 所以呢 我们是可以无穷次的 这个调用这个API 所以我们就可以转换 任意长度的这个文本 然后我们一本书下来 可能得到N个MP3文件 这N可能非常大 这N个MP3文件 这后边加了一个苦脸 这N个MP3文件呢 顺序一定不能错 上一句话 接着下一句话 再接着下一句话一定不能错 不然这一本小说翻译出来 就跟加密勒的天书一样了 然后呢 最后我们要按照顺序 把这个N个MP3文件 合成一个MP3文件 然后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 我们也不必跟百度走后门 说你给我 我上传一个非常长的这个文本 你给我转换一下 也不用跟他们去沟通 也不用去申请这个特殊的权限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案 好 那么最初一步呢 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案 就是从这个文本分割开始的 我们就将这个常文本分割成小短句 如果你不确定哪一种分割方法最好的话 我之前试过500个字作为长度分割 就是一本书下来 我以500字作为这个长度分割 但后来分割下来 我发现 你第500个字的时候 不一定改上这个句子的这个断句的地方 比如说第500个句 第500个字的地方 刚好是在这一句话中 说小明今天上学去了 然后你第500个字刚好是金 然后就变成小明金 然后下一个500字的开端 就变成天上学去了 这个时候呢 你转换的这两个MP3文件 在拼接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金和天之间 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停顿 就变成小明金天上学去了 这样的话呢 虽然这一本小说 你贴下来的时候也不一定注意 但是这个 因为我们毕竟500字一切的话 这个停顿多了之后 我就感觉这用户体验 就下来了 就不好办了 所以呢 后来我斟筑了一下 就直接用动画风格 用句号也可以呢 当然有的时候 可一句话比较长 万一有一个作者 不小心一句话 全是动画 最后一个句话 超过500字了 那你这个程序要出bug了 所以呢 我们可靠的点的话 就是用动画风格 预订动画 预订动画 就把这个整个句子断开 然后呢 把这个句子丢到服务器上去翻译 翻译成这个MP7念之后 再进行操作 然后再进行操作 谢谢大家